我们都是领导 我认为应该把事情发生的经过和真相 如实地告诉群众 为什么非要让群众知道真相呢 知道结果就行了 镇领导们齐聚一堂正绞尽脑汁的推卸责任 只因昨夜发生了一场闹剧 小镇明明天下太平 他们却因为捕风捉影的谣言 在镇上掀起了一场防震狂潮 结果不仅耗费无数钱财粮食 还导致一百多人受伤和一个婴儿死亡 而这场悲惨闹剧的开始 竟是因为一个爱耍嘴皮子的女人 播音员甘广播一进镇政府就开始抱怨天气太热 刘镇长却没给他好脸色 因为他上班迟到了三个小时 善于溜续拍马的甘广播不慌不忙 开始夸刘镇长毛笔字写得好 并说想要拿一副回家表在墙上日夜欣赏 这同马皮拍得刘镇长心花怒放 顿时把迟到的是忘了得干净 甘广播得意地走进广播室 悠闲地吃着冰棍 不慌不忙地开始了工作 天气一热人就容易懒散 更容易无事生费 听说昨晚村口老树遭了雷劈 居民们便围了树圈议论纷纷 有人说树成了金所以引来了天雷 又有人说昨晚有个不孝的儿媳被天雷劈成了两半 个个讲的是有鼻子有眼 众人你言我抑郁 注意力转移到了这闷热的天气上 被雷劈了的老树与持续高涨的温度 似乎预示着将有坏事发生 我看哪 这不是什么好兆头啊 对对 民国十三年就有过这样的鬼天气 听说 就是那年 咱们这儿发生过地震 一听可能会发生地震 听众们顿时来的精神 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 说话人也说得越发起劲 言之凿凿的仿佛亲眼看过 偏偏在这个时候 有两名出门摄影的学生 向当地的王老师打听看日出的位置 甘广播恰好路过 学生们手中的拍摄设备被他误认为成了测量仪 大约什么时间呢 一般讲都在下半夜 那么说就是在凌晨了 对对对 甘广播话只听了一半 还以为地震的时间在凌晨 便逢人就说见人就传 一路传到了镇政府 刘镇长知道甘广播一向听风就是雨 便多少有些半信半疑 可当他得知消息来源于王老师 还有带一期的工作人员作证后 顿时也不淡定了 慌忙将电话打向了县政府和时 不料昨晚不仅打雷还刮风 早已将电话线刮断 镇政府已与县领导失联 甘广播体贴的地上一杯水 本想让刘镇长稳稳心神 谁知他只喝了一口 脸色就变得奇怪 这水从哪儿打来的 柴露房啊 怎么了 不对 味道不对 这水怎么这么苦啊 单广播接过来一场 兴许是心理作用 竟也觉得苦涩难喝 甚至隐隐令人作呕 刘镇长一屁股坐在椅子上 认为井水变苦是即将地震的征兆 脑海顿时浮现天崩低裂的景象 他正沉浸在幻想中不能自拔 一阵垂门声惊醒了他 智宝主任带着一帮人冲了进来 正是为地震的事而来 原来他也听说了地震的事 起初也是不敢相信的 却恰好碰到在搭梁棚的王老师 王老师作为镇上唯一的知识分子 相当有学术权威 尽管王老师百般否认 说搭梁棚只是因为家里房小 女儿放假回家用于赞助 众人还是将其认为是在搭房镇棚 他们七嘴八舌讨论 越讨论越觉得王老师在撒谎 要光为他女儿睡觉 在哪住不了几天 搭棚子干什么呀 就是嘛 王老师前几年被整怕了 他现在说话可小 对 上头没有正式通知 这种事情要是说出去 要负责任的 众人一和解 决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先效仿王老师将房镇棚搭起来再说 可当他们来到供销社购买物资时 却死活也敲不开门 心机如焚的群众们便一股脑冲进了镇政府 要求镇长拿出个章程 治保主任喋喋不休 镇长却悄悄开了小差 心里正在想怎么保全自己 群众怎么行动都可以 但是我天差起来 你要沉重气 再没有正式接到终知之间 绝不能忍有地震三个字 从我嘴里都说出来 刘镇长打定了主意 便劝大家稍安勿躁 领着众人去了供销社 他这一领头不要紧 本就心以为真的村民炸开了锅 认为地震知识得到了官方确认 非常自觉地跟了上去 等到他们来到供销社门前 已经是浩浩荡荡一大帮人 供销社的老于正打着麻将 被刘镇长砸开门后 这才发现供销社外议人满为患 大门都要被顶开了 他也不管地震消息属实不属实 紧急售卖滞销物资 唯恐来的人不多 还打出了防震物资的招牌 跟老于打麻将的三人 分别负责银行 宫殿和邮局 他们慌忙打电话向刘镇长核实 不料此时已经晚了一步 为了核实地震是否属实 也为了躲开这个漩涡 刘镇长已决定搭车去县里 具体是已交给徐良战和傅政法 两人一个有量一个有枪定能稳定大局 但李银行陈油店和张宫殿 三人没有等到刘镇长的电话 反而等到了银行人满为患 都在争相提款购买物资的消息 张宫殿心思最火落 转身就回了家 让老婆紧急派人去买没有蜡烛 好卖给正抢购物资的村民 老婆还嫌麻烦 张宫殿顿时欺不打一出来 今天下半夜就要地震了 啊 真的 供销社沉这个机会 把库存的塑料博门油粘纸都给处理了 你想想地震过后 供殿系统仍不遭到破坏 现在正是 啊 丈夫一搓手指 老婆顿时心知肚明 知道发财的机会到了 而事实果然不出张宫殿所料 没有蜡烛已经上市 村民们顿时争先抢购 可房镇毕竟是头一次经历 众人两眼一抹黑 买了物资却不知该在哪里搭棚 好在被惊动的王老师出门看热闹 与众人碰了个正着 质保主任索性拿他当起了临时顾问 王老师出于有善有问必答 虽然不相信会发生地震 仍建议众人应去空旷处搭棚 防止被倒塌的房屋砸伤 还说应该准备足够的食物和水 众人顿时找到了方向 又一窝风向梁湛发起冲锋 把门砸得震天响 不管是麻花还是面包 碰见什么就买什么 有人生怕买不到 甚至打破玻璃开始哄抢 现场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徐良湛得知情况如此危急 觉得组织考验他的时候到了 立刻召开了内部会议 决定一方面要保护好粮仓 另一方面要开仓放粮 紧急落出万丈大便 完全无偿分给群众 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开始有条不紊的进行 借出人家 赞奖 专到哪去弄 四处去找 没有就 拆枪 伴随着各方领导共同发力 防震鹏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转移财产的人们也将巷子 堵得水泄不通 他们争分夺秒 是要在灾难来临前最大程度 保全自己 而在这一片混乱之中 只有傅政法保留了一份净土 参加婚礼喝得烂醉的 他一直睡到夜幕降临 发觉全镇寂静无声 他才察觉到了不对劲 傅政法来到镇政府后 这才知道小镇已进入紧急状态 得知刘镇长临走时曾嘱咐 让徐良湛和他一起负责 傅政法立刻决定行动起来 他成立了防证抗证领导小组 并自行任命为组长 以组长的身份下达命令 将已撤走的陈油店等人叫了回来 还煞有介事地要宣读紧急通告 面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领导组长 众人面面相许 还以为是县里的正式命令来了 可等到傅政法念完 这才知道他完全是自作主张 自己给自己升了关 本来大家都平级 你却偷偷往前迈了一步 陈油店顿时不乐意了 目前主要领导都不在 以自己任命自己为组长 这实在有点不太合适 可他话音帮落 徐良战就弹了起来 以情况紧急不应过多计较 唯有表示同意 在这大公无私的画面前 陈油店只能掩气息骨 可他刚坐下 李银行又开始支支吾吾 扭捏半天也没说清楚有什么意见 好在陈油店够了解他 一眼就指出了病早 原来他嫌自己的名字排到了最后面 徐良战一时无语 他实在想不明白这种小事怎么能算问题 李银行连忙辩解 不不 过去镇上发文件 每次都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的 这也不是什么原则问题 胆情 你的名字排在前面 见大多数人都有意见 附政法不愿让自己显得太专制 便同意更改先后顺序 不料李银行竟迂服到要先查字典 好以名字笔画字数多少来排序 扯淡 这是政府 研究的是抗政问题 开什么玩笑 附政法发了虎不要紧 下一刻竟把腰里的枪掏了出来 众人顿时脸色微变 再不敢计较这细枝末节的问题 为了能够掌控全局 附政法找来了甘广播 准备利用广播与村民沟通 他签订名万嘱咐 先播放抗政通知 再拉响防震警报 谁知甘广播答应的干脆 到了广播室就出了幺蛾子 把通知的是忘了个干警 直接拉了警报 刺耳的警报声响彻夜空 附政法顿时气急败坏 警报声响一根导火索 引爆了村民们的恐惧 防震鹏再也无法带给他们安全感 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跑的跑 摔的摔 彻底丧失了秩序 混乱之下还失了火 哭喊声响彻夜空 附政法极力维持秩序 却以无人听他的命令 即便他宠天开了枪 也无法阻挡人群冲进高亮地 本来有序的抗震活动 俨然已演变成一场大溃逃 这场混乱持续了整整一夜 直到天光大亮后才终于停下来 群众疲惫不堪 已经各个带伤 而昨夜辛苦搭好的防震鹏 也已沦为一片狼藉 可地震却始终没来 镇上竟然出了这样的闹剧 县里派来了调查小组 梁组长坐在不上空谈四字前 主持了这场会议 针对这场闹剧 梁组长首先提出追责 想搞清楚谣言是从哪里传出来的 刘镇长作为小镇一把手 首先被秩序 可他对谣言的来源毫无兴趣 只顾着极力减轻自己的责任 当初的良苦用心算是起了作用 他向上积极做了请示 向下并没承认会有地震发生 只带着群众去供销社买卢物资 并且在此事件发生时 他全程不在现场 刘镇长算是逃过了一截 于供销却又成了嫌疑人 他是打出防震抗震物资招牌的第一人 可在于供销看来 如果不是刘镇长亲自带着人来 他也不会以为真有地震发生 组长笑容可惧 也没有过多追究 又问起了张宫殿 而当他问了一圈后 却发现每人都有错心的理由 每人都是受害者 谁都不是谣言的起点 最终查来查去 王老师被查了出来 他当时出于好心的回答 成了作为谣言出处的证据 想起当年被批斗的恐惧 王老师顿时张考皆舍 幸运的是组长并没有深究 高举轻放地做了最后总结 这件事情谁都有责任 谁呢也都没有责任 我们的古人说过 祸兮辅索仪 情况嘛是可以转化的 而且这次虽没发生地震 各个干部表现的都不错 可以当成是一次演戏 而其中蒙受的损失就算是学费 但追责的事情算高一段落 如何向群众交代 又成了迫在眉睫的事情 徐良战认为应该实话实说 将真相公布于众 可大家却一致认为 应该谎称地震已消失 就当谣言从来没发生 梁组长面色凝重觉得有些为难 因为他既不想公布真相 又不愿意做拍板隐瞒真相的人 于是决定从长记忆 而在他们始终拿不出结果时 群众正暴晒于娇阳之中 守着那块红色扁额等待结果 而在事情陷入娇灼中时 组长请召书记发了言 作为小镇领导班子的一员 他因在县里开会而缺席 但他的意见却与徐良战出气一致 主张公开真相 组长的语气顿时冷了下来 为什么呢 我真担心真要发生的地震 就没有人再响应我们的号召 去打防震棚了 领导们陷入沉默不语 群众们终于踏上了回家的路 至于真相到底有没有公布 却只有身在其中的人知道 影片上映于1987年 以一种独特的方式 讽刺了当时生活中的一些现象 故事虽然纯属虚构 但有些问题放到现在也是屡见不鲜 很多细节让你以为是回到了现实